常年七十六,周三双数年,耶类米亚先知书第一章第一到十节, 马斗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九节,小德兰福传之友, 曾庆祷神父读经反省,2024年7月24日,耶稣基督, 今天读经一世以前在初学院读得最多, 默想最多的一段圣经之一。 耶类米亚这年轻人被照的故事常用来作为慷慨回应天主照教的榜样, 其实,这不只是一个回应修道圣照的榜样, 也是每一个教友回应他们独特的基督徒圣照的榜样, 因为天主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在母胎中成形以前, 就认识到我们,在还没出母胎之前, 就圣化了我们,指定我们做外民的先知, 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, 破坏、毁灭、推翻、建设和栽培的任务, 我有可能被照叫做这样的先知, 是的,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先知的职务和使命, 我们都生活在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中, 甚至在这个日渐缩小的地球村里, 生活在不同文化、语言、风俗习惯的万民之中, 我要在这环境里见证基督, 我要拔除、破坏、毁灭、推翻的, 是魔鬼的影响、撒旦的王国, 以及每一个人心中的私欲偏情、七最终, 我们要建设和栽培的, 是正义与爱的基督王国, 以及每一个人心中充满性、望、爱三超德、 智、永、义、杰四舒德, 这是一个崇高的赵教,来自天地的君王, 圣音纳绝在神操里说, 如果地上的君王赵教我们为他效劳, 我们是不是感到很光荣, 那么天上的君王的崇高赵教不是更光荣吗? 我们会像今天福音里的哪一种田地, 去回应基督君王的赵教。